王平仲出生于台湾 从小长期旅居在海内外多国的他 可以说是设计界最多才多艺的设计师 六岁开始学画和小提琴 九岁开始学网球、游泳和足球 十二岁入选国中乐队专任小号手 会多种乐器 从小喜欢和艺术相关的东西 也促使了他现在从事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行业 就是因为小时候学乐器嘛 学不同的乐器 可能就小号号伸说馆啊 巴黎东、小提琴等等 然后后来也学画 那学了不同的画 这些东西可能大部分都是 就是处于个人爱好 但是我会比较贪心的希望说 让更多人可以去分享我这方面的这个比较喜悦的事情 比较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会希望说能够 比如说我在学画的过程中 那无意间我就是在小时候 在模拟画的时候 那发现说我其实是希望把这个画里面的建筑物 真的被落实下来 所以是经过这个画的过程当中 就是体悟到说将来想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一路走到现在 在国外度过童年时期 王平仲在大学时代选择回到台湾就读建筑系 他说台湾多元化的生活和学习方式 对他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做设计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新的想法 不同角度的设计方案 也让他的客户有了更完美的选择 你永远不会用一个固定思维 去看待一件事情 或者一种固定思维去看待你的客户 那你会从多方面角度去分量 去平衡 或者是想一些 可能别人没有想过的方式 试试看 对 你不一定要这样做 但你至少试过 所以我们会很习惯的是 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去结束设计 同一个项目 我们可能做三四种不同的方案 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方式 然后做present 做presentation 给客户 就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会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这种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们刚刚我们提出 好几种不同的方式的时候 就会让客户觉得说 第一个我们很用心地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 原来他会发现原来 他的生活 不一定是 一定只能这样过 对 那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王萍仲 习惯用不同的方式 解读东西 这也和他天生的洞察力有关 他说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通常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图 因为地图会让人了解城市的历史 从而了解文化与环境 爱好摄影 旅行 喜欢听音乐 看电影 这些兴趣爱好 成了在生活中 很大一部分 设计灵感的来源 生活中提供的素材 有太多东西了 对 都是可以 随时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像 比如说当设计师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不一定要 只做建筑设计 或是只做室内设计 一样可以做一些产品设计 供应设计的东西 那我们也做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我们继续做一些 收银能力 我们继续雕刻一些东西 我们继续设计家具 对 那那个家具可能就是 为自己 或是为某种特定的东西 去打造出来的 那这些都是生活中 随时可以提供的 这些咨询 然后你转换之后 就会变成一些很好玩的设计 设计就是将心比心 解决问题 使用外规模able度 而是要 使用外规模式 视频 我们是不可能 让对 做到什么 然后 打造病 在 想想 能安装 做到什么 硬 使用外规模式 主持人的 自己的 自然 自己對這空間的感覺 你的能力 而是對這個東西的感情 你開始會對這個空間會有感情 然後你才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去生活在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你才能想像出來 他們本來是怎麼生活的 你會希望怎麼樣去創造一個空間是 它有未來性 它又不能忘記過去 或許的東西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吧 就是相信筆形 我想或許很多人會覺得說 就是所謂的人文關懷吧 那大家 也会备受尊重 设计师如何展现你设计的力量 而不只是去赚钱这件事情 这个环境还没有成熟到像国外这样 就是设计这个行业这么备受尊重 其实设计师是有责任的 所以有责任就是说 你不能只为有钱人去服务 只为了商业利益去考量 你要想到的是说 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 其实是一个很好奇迹 就是当你可以 比如一年到头 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公益的话 然后你真的用心去做把它做好 甚至可以透过媒体把它放大 让更多的底层的老百姓 或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可以看到 那些人才真正的大多数人 当他们可以真正相信设计的力量 设计师可以给他变生活的时候 他们真的亲眼看到 亲手碰到 真的感受到那样的空间的时候 他才会知道设计的力量 他才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尊重 你也看不住 我现在的力量 是因为是有很多 太好